市長想問一下過去確診的死亡者 體體通常都在24小時之內火化 但是指揮官程時鐘說 只有規定要在24小時之內通報 請問一下過去兩年新北市政府的做法是什麼 是不是認為中央應該說得更清楚 去年我到第一縣就看過整個往生者處理過的流程 所以在整個事務的運作上 都是以24小時內火化完畢 這個流程就是實際的一個運作 如果中央要改變的話 他更應該把事情的來龍去末說得更清楚 對所有的往生者要有所交代 市長我們再問那個恩恩的問題 民進黨黨團的議員不滿總質詢 已經來到最後一天還是沒有等到市長的回應 希望可以公開完整的81分鐘真相 請問市長的看法 在這一段時間 我們不斷的對恩恩爸爸要做好潛力的關懷 讓恩恩爸爸能夠他所要求的 我們能夠按照所有相關規定 潛力來給予協助 我也特別責成我們的衛生局 消防局兩位集長 必須把當天的整個來龍去末 還年整個經過 讓恩恩爸爸了解事情的始末 市長 市長 會不會希望今天恩恩爸爸去消防局 聽完聽黨走這件事情 可以有個完整的問題 我們希望恩恩爸爸 在聽完錄音帶的過程當中 我們衛生局跟消防局所有的同仁 為他做完整的清楚的說明當天的整個情形 也讓恩恩爸爸能夠優秀了解 那不管怎麼樣 我們一定抱著一個關懷 讓恩恩爸爸能夠越了解事實的真相 這才是我們應盡的責任 市長 再同一提問 錄音檔的內容市長有聽過嗎 市府有沒有掌握相關的訊息 橫向聯繫上有沒有熟識 其實這個部分 就會在今天 我們的衛生局跟消防局兩位局長 所以同相關同仁 在恩恩爸爸來了以後 聽完錄音檔案 所有的疑問他都會一一的 來做一個說明跟解釋 好 那麼聯繫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就是上我們的快點購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